好 另外带你来关心阿富汗的一个最新情况 塔利班的组织目前控制了阿富汗 而社群媒体这两天流传了一支塔利班战士行军的影片 根据路透社公布并查证的画面 这群塔利班的战士呢 他们身穿白袍制服 并且配备军用的防弹背心 地点呢 则是在阿富汗扎布尔省的卡拉特 这群呢 塔利班的战士 他们是以行军的方式通过 并且进入市中心的纪念碑 那么也是因为这一座市中心的纪念碑 路透才得以确定影片的拍摄地点 另外再来看到呢 克布尔机场爆出了好几声的枪响 但这一次开枪的不是塔利班 而是美军 美军呢 在当地时间18号 开始对不断涌入机场的民众 发射催泪瓦斯驱离 好 几天的混乱呢 让双方都耐心用尽了 在围墙附近的美军 为了阻止想要逃离阿富汗的人群开枪了 包括儿童在内的阿富汗平民 慌张躲避子弹 人群中呢 还有爸爸带着孩子在枪战中讨难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针对这些难民呢 目前德国也将派避两架军方直升机前往克布尔协助民众来撤离 但是只限克布尔地区不会扩及其他的城市 一名军方飞行员少校刚从阿富汗首都克布尔机场 运载了62个人飞抵捷克的布拉格 他接受法新社的访问时 他说 他描述了一个克布尔机场的现代情况 他说 不但几乎没有航空胶管和燃料补给 而且起飞是风险自负 那么他说 目前尽管条件艰困 机场混乱 但是起飞还算是井然有序 不过更混乱的是 现在机场是枪声大作 好 另外再来看到呢 塔利班组织进入克布尔之后 移架美军空中霸王C17的运输机 还记得这个画面呢 在准备起飞离开克布尔机场 当下遭到大批阿富汗难民 以肉身阻挡飞机 甚至呢 爬上飞机 最后不幸从高空中摔落死亡 整个过程呢 震撼了全世界 同时机舱内挤满难民的照片 有相当惊人 不过对于机上到底载了多少人 美军军方现在发文更正 透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 密密麻麻阿富汗民众 只能席地而坐在机舱内的地板上 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美军呢 一度公布 当时机上载有640个人飞往卡达 但现在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更正数字 他确认这家C17 在当时运送的人数 多达了823个人 好 另外再来看到呢 美国政府宣布撤兵之后 阿富汗政权随即被塔利班组织推翻 当地陷入逃难 好 今天上午呢 中广的董事长赵绍康 在脸书上po文表示 唯独民进党还死命维护美国 好 赵绍康甚至质疑 说民进党说把质疑 美国的人都打成是中共同路人 赵绍康怒酸哦 他呼吁民进党政府 台湾应该要接纳1000名的阿富汗难民 相信支持美国的民进党朋友 应该会尽力促成吧 好 另外再来看到呢 阿富汗一袭变天 外媒揭露哦 阿富汗情势危急之际 英国首相与外相竟然同时都在休假 尽管外界呢都在警告说 克布尔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会沦陷 但强身却选择跑去度假 被批评说是待乎职守 好 英国首相强森呢 今天再度出面灭火 他表示说如果必要 英国将会与塔利班来合作 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卫报报导呢 外相大臣拉布也是神隐失联超过一个星期哦 所有事情都甩锅下属 面临下台的呼声 那么呢在野党的工党 自民党和苏格兰民族党都要求 如果拉布自己不辞职的话 强身必须开除他 好 美国总统拜登呢 鲁莽撤军决议酿成阿富汗落入塔利班的手中 而首都喀布尔机场的乱象 拜登接受专访时说 他不知道原因 那不仅是美国国会将启动调查 甚至来弹劾拜登的民调支持率 也在上任之后首度跌破五成 欧洲的盟友更对美国所作所为 有很多的不满 很难想象拜登才上任不到一年 已经因为外交失策难以收拾 撤退军机起飞 必须由直升机半飞清空跑道 有关喀布尔机场的悲剧乱象 拜登是这样回答记者 拜登原来希望接受ABC专访 能够补考捍卫自己的撤军决定 但是因为答案让人根本无法接受 共和党已经发起国会调查 要拜登回答这场美国终极耻辱 如何发生 甚至可能会援引宪法修正案 罢免拜登 不只如此 最近两项美国国内的民调 拜登的支持率 已经首次跌破五成 创下他总统任内的新低点 近七成美国民众 不赞成拜登处理撤军的方式 而且数字看来持续下降中 美国控制喀布尔机场 至今依旧乱象不断 引发德国荷兰等国抱怨 另外有关如何安置阿富汗难民 同样引发了欧洲国家不满 土耳其总统就直言 土耳其不是难民仓库 美国引发了诸多问题 也使得美国国务卿 必须立刻与G7外长会商 美国总统拜登也将在下周 贵务G7领袖上后 阿富汗政局所造成的全球影响 尽管拜登表态 一旦台湾日本南韩受到了侵略 美国保证比照北约盟邦 一样给予回应 但国务院依旧以一中政策 回应两岸关系 大陆媒体环球时报总编辑 胡锡进更预测 美国没有理由为了台海情势 与另一个核武大国开战 度上自己国家利益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